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已经启动了一项辅助计划 计划的全称无先进飞机基础设施发射和回收XPLANT 意思是说美国新研发设计的这款飞机是一款能长距离飞行 且能在狭小区域垂直起降的军用飞机 甚至有可能迷用 说不定以后我们上班坐的就是Vitalia飞机 大家好我是火力君 我们今天就来看看美国全新的飞行器计划 根据项目经理科马迪娜说 美国全新的飞行器计划 计划使用一种多科学的方法 将先进的控制理论空气动力学模型和先进的推进器的发展结合起来 以解决一系列具有挑战性的设计目标 而且这项辅助计划还和美国另一项 以更低的成本提高杀伤力的计划有关 这个火力君待会会讲到 美国DARPA计划局是打算将这个全新的飞行器 开发成一种坐在尾部的Vitalia直升机 就是使用尾部固定的龙形悬翼升空 然后让飞行器向外翻转 机翼90度后驱动其水平飞行 这种紧凑的设计可以使这款先进型免起降飞行器 有能力从像餐桌一样小的地方起飞和降落 这也意味着空间有限的海军舰船和地面部队 能够成倍增加他们可以携带部署的飞行器数量 美国这项全新的飞行器计划还表明 军事规划人员不仅从俄乌战场上 无人机的性能受到启发 而且还在寻求利用不断发展的技术 使其能力多样化和提高 以供未来战场的使用 对于飞行器的制造 DARPA计划局将依靠复杂的轻质复合材料 来建造Vitalia有人无人机 甚至还要研发由高密度电池驱动的混合电力推进系统 来保证先进免起降飞行器的有效载荷量 和更长的飞行距离 而且克马迪纳还宣布说 将会在2022年9月20日举行的业者提案及博览会 不仅要找来传统飞机制造商 还将汇集一直在研究商业垂直起降方案的 非传统军事承包商 可见美国这项全新飞行器计划 未来不仅是要军用 在民用领域也将大范围扩展 如果说全新飞行器计划只有一个方向 是一个空壳的话 那么火力军刚才提到的AFWERX计划 便是全新飞行器计划的血与肉 AFWERX计划最初开始于2017年 是为了让内部和外部服务的创新者和企业家 都能参与美国空军的行动 美空军通过与私营部门企业的相互合作 共同开发有效的解决方案 来应对未来的市场需求 这张是美国空军对正在规划的高速垂直起降飞机技术要求图 2021年6月 美国空军宣布开放接受非传统军事承包商的作品 作为新的HSVTOL挑战的参赛者 而在这场比赛中有三架最受欢迎的参赛作品 第一架便是HH60普鲁英直升机 普鲁英直升机由西克斯基飞机公司制造 是UH60黑鹰直升机的衍生信号 属于战斗搜救军用直升机 虽然可执行全天候的作业 但是由于它配备了后退叶片失速 因此它的只能以每小时222英里的速度飞行 第二架是贝尔波音公司生产的VR鱼鹰式轻转悬翼机 它的速度更快 每小时能达到500公里 但这款飞机最高速度时的最低高度为15000英尺 其系统操作要比普通直升机复杂得多 VR-2的设计构想来自贝尔负责的XV-3和XV-15飞机 在2007年开始在美国陆战队服役 以取代CH-46海骑士直升机进行拯救及作战任务 到了2009年 美国空军有研发出了空军专用的衍生版本 VR-2自此也就被美国陆战队及美国空军 大量部署在了伊拉克 阿富汗 苏丹和利比亚等地区 从事作战及救援任务 第三架是美国AT和Rotar X公司 共同研发的新型Barracuda系列高速垂直起降飞机 这架飞机能携带差不多14名乘客约5760公斤的货物 以890公里每小时的最高速度飞行 只不过续航是个问题 具体的飞机性能获利均稍后会讲到 总之 这场赛事总共有218名申请者 AFW-ERX计划小组最终只批准了35种设计 允许进入美国空军的HS-Whitler展示中 这35种最终模型便是组成美国全新飞行器的血与肉 以此来研制一款Whitler飞机 来重塑美国陆军未来的作战行动 其实按照NASA城市空中交通UAM的构想 Whitler垂直飞行器便是未来的飞行汽车 它十分符合UAM的需求 且对美陆军来说十分友好 它相比于现在使用的固定翼飞机 一是不需要跑道和滑行 能大幅降低对起降环境的需求 非常适合恶劣环境的战场 二是降低普及Vitler所需基础设施建设与维护成本 三是能适用于场地有限 人口密集的城市区域作战 就像刚才提到的第三架飞机 它为美国陆军的作用十分巨大 2021年6月29日Roder X公司宣布 它正在进入电动空中出租车市场 推出了首个用于民用和工业用途的电动垂直起降四旋翼直升机 RX E-Transport 这架六座直升机提供充足的腿部空间和舒适的包机室内饰 开放式内饰非常适合 空中出租车运营 包裹地送 搜救 人员救援和医疗后送行动 寻乘的一枚特勒直升机一般都是使用小型低效螺旋甲来提供垂直升力 具有非常复杂和昂贵的几何形状 而RX E-Transporter飞机却不太依靠大机翼来提高飞机起飞后的效率 而是使用更小的机翼来增强直升机的自然生力 因此RX E-Transporter飞机有望成为明年完成FAA试航性测试后 立即用于商业货运和人员飞行的理想选择 也有可能成为世界上最高效 最具成本效益的民用直升机 而能制造这样一架性能优越的维特勒飞机 就不得不提一下RX公司的合作伙伴AT公司 AT公司被认为是世界上重型多悬翼飞机的先驱公司 比如该公司的8引擎的黑骑士变形金刚飞行卡车 2014年首飞总起飞重量超过4500磅 值得注意的是在它被开发出来的时候 重型多悬翼飞行器的重量大约是这个重量的十分之一 黑骑士飞行卡车可以在地面上行驶和飞行 它的总有效载荷甚至超过1500磅 RX公司和AT公司合作开发和开创了重型多悬翼技术 是民用和军用运输机配置的主要制造商 目前AT公司正在通过美国空军AFW-ERX计划下的两项合同 为美国军方开发这种类型的多引擎悬翼飞机 该计划是美国空军敏捷性PREMI计划的一部分 这一革命性计划的重点是为美国防部带来最先进 效率最高的航空运输系统 而且由于其高效率RXE Transporter飞机一次充电 便可以悬停超过45分钟 同时还能够进行超过1.5小时的向前飞行 以140英里每小时的最大巡航速度 如果利用上机翼的节能效果 该飞机一次充电便可飞行200多英里 在军事任务中还可以实现额外50英里的射程 RXE Transporter飞机有一个用于长途飞行的机翼 可将其航程增加50%以上 计划于2021年秋季开始飞行测试 由于现有燃料的能量密度更高 因此能够飞行12小时以上 可以说AT公司和RX公司将为美国空军制造民用版本的飞机 用于未来的作战 最后按照美国DARPA计划局描绘的空战景象 是由无人机导弹群载满大量情报战装备 协作配合以共同质取摧毁击败敌人 这其实就是美国多遇作战战术 前面火力军讲的美国全新飞行器计划 就有可能是为多遇作战添砖加瓦的 无人版的维托勒飞机融入到无人机作战中 有人版则可以用于士兵的搜索 救援和医疗后送等行动 一个前沿侦察进攻 一个后方掩护补给 总之 美国的全新飞行器计划 增强了美陆军的实力 而美陆军通过多遇作战的概念 使美军的整体力量又上升了一个档次 通过这种方式 美国陆军部队可以在所有遇 电磁频谱和信息环境获得基于目的的协同 从而与敌人进行对抗 穿透 分裂 利用 和再次对抗 甚至能以多种或意想不到的方法和顺序 实施机动 从而挫败或摧毁敌人的军事行动 好了 关于美国全新飞行器计划 你还有什么想补充的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我们一起讨论 本期视频内容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